主席請部長 馬英九在4月9日跟美國智庫CSIS的視訊會議裡面 他裡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說有關財油潛艦這個問題 他認為國內共識已經是要尋求外來的技術資源來製造 這是不是表示潛艦我們國造引進外國技術這個事情是已經拍板定案了 這個潛艦國造這個部分這個政策 國建國造我知道我們之前很多相關的艦艇是已經有所成了 但是潛艦這件事情是不是已經確定是這麼拍板定案了 潛艦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是同步在做 一個是還是需要,不管是我們國自己造也好,或者是美國軍售也好 美國軍售你已經知道那麼多年了,好像也沒有進展,有沒有任何突破 現在就是 就原來的這個方案有沒有任何突破,如果沒有的話你現在只剩另外一個選項 沒有,我們現在已經去年開始就已經開始規劃了 所以這已經拍板定案了嗎 啟動 已經開始做的啟動案 那美方有什麼樣的回應嗎目前 他協助配合,也希望跟我們一起來做 協助配合,意思是說美國也認同這個方向 那是比較正面的往願意尋求相關的技術資源 協助我們一起來做 那另外呢,美國國防部長最近到中國去訪問 那我們看到他們針對南海、東海地區的情勢 那針對尤其日本跟中國現在關係的緊張 還有對台軍售等問題有許多的爭鋒相對 有許多的意見的表達 但是其中有一個蠻有意思就是說 其實歐美都一直尋求中國的軍事能夠進一步透明化 那中國這次也邀請美國國防部長到他的遼寧艦上面去參觀 當然一方面也很多人基於好奇 本來這個從烏克蘭買來 聽說一開始本來是要拖到澳門去當海上浮動的賭場之用 那後來又輾轉到中國的軍隊手中去做改良 成為他們現在的首艘航空母艦 那中國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讓美國的國防部長到艦上去參觀的這個動作 你認為是有什麼樣的意涵 有人解讀說這個是雙方軍事互信的一環 更透明,相互的了解 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在碰轟 說我現在跟你美國至少在亞太區域 我們軍事力量我也快要跟你平起平坐了 部長你怎麼看待這些動作呢? 他們這個副訪 甚至於說所談的一些事情 其實都各說過話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同 也根本談不上所謂的軍事複信的問題 他們只是做了一些有關於安全的部分 怎麼來合作、收救 甚至一些高層對口的機制 只談了這些問題 那他們今天去到航母上面去看 那中共也有他的一個 你認為中國的用意是什麼? 他的目的還是有時候提出他感覺 讓他看最好的 所以你認為是一個放空的動作嗎? 也有一些嚇阻作用嗎? 展現自己能耐的一個嚇阻作用 那你認為 美方是希望去了解 讓他透明化一點 他就故意把這個釋出來 甚至他最好的給他看 一些樣板給他看 讓他覺得他也有透明化 也有一個實力 那就你們的了解 美方有impress嗎? 美方怎麼樣? 有沒有讚揚 有沒有impress 確實是有這方面的實力 還是覺得這個 頂多是舊件改裝 還差美方一大截 你覺得美方怎麼去解讀這個事情? 這段美方並沒有怎麼去解讀 但是他對其他的一些 你總是私下你們很多的 你們有五官很多的管道 可以了解美方他真正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嗎? 這部分我們還沒有新的一些訊息 美方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我為什麼要問這個 因為當然中國有他現在有航空母艦的實力 表示他有意圖 接下來在海上 這個遠洋的作戰能量也好 或者是尤其我們最關切的 東海跟南海地區的這個 作戰能量確實是有一些 對整個戰略情勢是有一些影響 那也間接甚至影響到日本 包括他自己的一個建軍 包括日本現在的軍售政策 也做了很大的調整 其實整個周邊的環境 其實在短短的這半年一年以來 已經改變了很多 那我們要很密切的去 去了解這個情勢 那這情勢到底 我們在裡面要扮演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角色 這樣你們不是在做決策的 可是決策 無論最後的方向是如何 至少我們要有那個preparedness 至少我們要有技術上 要有能力去因應任何的 這個決策 以及可能的危機的發生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希望說 我們有更進一步的 包括美方他們應該會 應該之後也會跟我們做debriefing 會不會 像美方跟中國有這樣的互動接觸之後 還是也會跟我們軍方做相關的debriefing 跟意見的交換 我想很多的問題 還是我們需要進一步了解 各方的這個戰略意圖 以及一些新的assessment 對彼此的意圖 以及戰力的一個最新的評估的狀況 那我們最近這個 國內服貌的爭議滿層風雨 我上次上禮拜副部長來 我有問他一個問題 他跟我說不知道 不知道部長知不知道 也就是說在這次服貌協議簽訂之前 的國安風險評估的過程 國防部到底有沒有參與 有 不只是服貌的 你們是什麼樣的人參與 你們是什麼樣階級的人來參與 因為畢竟之前也有媒體 有相關的投書有報導 包括我們水文資料 今天早上蔡煌郎委員也有問 所以這個事先的評估作業 我們大概是什麼樣的層級 用什麼樣的形式來參與 這個國安風險評估 不管任何協議 不只是服貌這部分 其他的一些協議簽訂之前 他一定會 各部會 跟各部有關的 都會請各部會提供一些 國安上面有安全顧慮的問題 哪些可以簽 哪些不能簽 各部有事先 各部有事先 相關單位的 他們對口的層級 都會有些做一些審查 審查完了最後的結議 要怎麼樣來修 哪些影響到國安的 不能刺出的 哪些是影響到這個 我們像氣象來講 還有地震這些來講的話 他要提出來的一些 互相的這個 所以你們這個 相關的審查會議 你們是誰 是什麼樣的層級來參與 是背書說 中國開放這個 礦業地質調查的這個業務 對我們國安沒有影響 做這個決定 排除 國安風險 我們國防部開放 沒有意見 是誰做的決定 最後是什麼樣的層級 最後我們會 都是我有開過這個會 所以是你親自參與的 這個風險評估機制的會 我們這個國安審查機制 非常完整 各部會都會在最後做決議之前 尤其是後面 所以 部長你可以很確定的告訴我們 這次協議簽訂之前 也就是去年六月之前 可是那時候你還被上任啊 你怎麼會說都是你親自參加的 最近幾次的 最近已經是事後啊 簽完之後才參加那個意義不一樣 都已經簽完 而且還說一個字都不能改 你現在才在參加 有的還沒簽的 我在意的是簽協議之前 你們到底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提供專業意見 你現在在做事後背書 那有什麼意義 有有有 他們都有 整個運作就是這樣運作的啊 所以在你的前任之前 之前六月簽訂之前 你確定國防部都有參與嗎 到部長這個level都有參與嗎 你們有沒有紀錄可查 我來以後這些會議我都有參加 你來以後我要了解福茂協議簽之前嗎 你們有沒有參與嗎 有沒有背書說這個開放地質 這個 這個服務 地質專探 相關的服務 我們國防部都沒有意見 覺得沒有問題 我們的海文水文資料也不會被掌握 這個是最近才開的我有參加 最近這也是簽完之後嗎 我在跟你在意簽之前嗎 所以這個你們還是 你們可不可以回去調查一下 你的前任 不管是部長也好 或是底下什麼樣層級的人 到底有沒有人參與過 簽協議之前的國安風險評估嗎 已經簽完又說一個字不能改 你們去也只是坐在那裡背書而已啊 你就算對國家有風險 你可能也不敢講啊 因為你不敢跟馬英九這樣一話做對嘛 你那已經簽完之後才在背書沒有意義啊 我要了解簽之前的整個流程好不好 以及未來大家也有協議 你們一定會有一定的既定的流程 什麼樣的層級 會做什麼樣的議題的拍板 什麼樣的保證 前面我再去瞭解一下這個狀況 至我來以後 我想這個審查機制是很完整的 就國防安全這一部分 國安部分和國安安全這一部分 都有做一個審查 因為這個都是黑箱不公開嘛 我們要了解說到底有沒有 有一些細部的這個detail 你也許不需要去公開 可是我們要了解這個機制的完整性 以及你們是否確實有在簽訂之前 有來參與這件事情 我想這個是我們要了解的好不好 好